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8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张杰博士写的 草民的胜利 重庆电话歌 死磕强当局 他讲的故事实际上网络上热议 很多人都知道了 也就是关于接种疫苗这个事 在重庆引起了一个一起事件 有这么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人们把它称为是重庆电话歌 也就是他出名是由于他打电话出了名 8月25号 所以这个电话歌 向当地的纪委反映强行接种疫苗的问题 这位老歌质疑 重庆市多地近日出台的什么呢 算码联查措施 现在走到哪里的算码 重庆疫情防控指挥部 上周通告说 把这个对辖区内居民展开健康码 和疫苗接种记录的算码连查 就两个码 一个检查码 一个是你接种完了一个码 没有这个码不能出行 不能到超市医院学校等各大公共场所 这个被看成是什么变相强制 接种疫苗 也就是这个重庆有个老百姓 胆子挺大 竟然质疑地方政府这个政策 那么他而且在这个电话当中还讲是地方政府对抗中央 那就臣命着对抗习近平和李克强吧 对不对 还谈到了两个维护等等 都是这一套就是当地兴起的 这个由这个习近平搞这套街道政哲学 斗的人们互渡模式一点事 就互相直接这个这个缠斗 但是这次缠斗很有意义 就是什么呢 草民普通老百姓批评当官的 特别有意思的什么呢 这个电话讲完之后 竟然这个派出所啊 拿他也没有办法 至少从目前看还没有抓捕他 这个和以前重庆发生的事是有点不同 张杰波是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他主要讲那个草民 就普通老百姓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 应该组织起来 维权啊 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没有仔细谈 就是这个重庆哥 为什么会获胜啊 这个事我觉得也值得研究啊 这篇文章讲到了 说是这个电话哥这个音频呢 瞬间刷爆了 被达到了十万加转转发量 那就是因为底层老百姓 都是这个富手贴耳啊 服服帖帖的这个逆来顺受 谁敢反抗一反抗就镇压 尤其重庆这个地方 我们都已经有深刻的印象啊 这个从这个剥削来开始 王立就是开始抓人 然后换了孙准才 孙准才有的时候和田野抓人啊 又变了这个这个邓慧林 邓慧林同样抓人 现在变了胡文明了 不管换了谁 都是共产党这一套 都是对不同意见 进行打压啊 没有顺从老百姓这个民意的 这会儿 陈明儿做了点让步啊 也就是这个电话哥竟然没有抓 还改变了这个强行打疫苗这个做法啊 这的确有点不同寻常 有点像当年汪洋那个时代发生的 最牛丁子户啊 不是有一个姓王呢 老百姓他那个房子 这个动签的问题和政府发生冲突了啊 发生矛盾 打官司 缠斗到最后 旁边的房屋都不都拔了 是留这么一个 呃一栋房子 像高楼像炮楼一样了啊 这个 那最牛丁子户在上面呆的啊 他本身 以前是个武术教练 那谁也不敢动他 搞得当时也很紧张 但是汪洋去府了啊 最后 让步 达成了协议多给赔点钱 这说明什么 不同的领导啊 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这个 这个正确的性质不能改变 都是一党之政啊 那么这一次到陈敏尔时代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 呃可能有两个原因啊 这是我下财 一个是什么呢 就王静宇这个案子 对重庆的影响 以王静宇大家都知道啊 这陈敏尔为了讨好军头 这个张狗霞 陈作成 李作成 呃就对这个 关于中印边境啊 这个报道评论 方便的一个 呃 居住在啊 这个 这个 重庆人啊 王静宇 18岁小孩 你想 长得很潇洒啊 很高大 呃 口才也很棒 头脑很清晰 他在这 他有美国绿卡 是吧 他就是发表了一个 不同观点呗 错了对都无所谓 因为中共这个 媒体它不透明啊 人家做猜测 怎么猜的 实现实美 但是重庆公安局 却像王立军时代一样啊 超越了王立军时代了 追逃啊 在海外也要抓 长臂管下 最后搞得灰头土脸的 人也没抓到 呃 人家这一个人变两人了 还来个女朋友 小吴欢 呃 一件事变两件事了 不但没抓到他 反倒是给乌克兰 呃 到了乌克兰迪拜啊 等 荷兰 获得身份了 而且 难民是申请屁股获得成功 而且呢 还还在 迪拜发现了 中共在海外的黑监狱 呃 佐证这个新疆在教育营的问题啊 你想 这个更厉害 这个陈敏尔是碰里鼻子灰啊 讨好不成 翻大脸的 这个事可能给他很大的教训啊 觉得 再这么搞下去 动不动 人家一说什么不同意见 就抓着 可能不但没有起到作用 反倒对自己不利啊 这是一个原因 我估计啊 大愿陈敏尔通过王静宇这个事能接受点教训 有个小小的进步也行啊 小小的改变也可以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呃 陈敏尔目前这个能力啊 和李克强斗啊 还差一点啊 虽然他是接班人 呃 外界都这么猜测 但是由于自降新军地能啊 他们这个 这个圈子里这些人 我用我的话讲都烂泥糊上墙 呃 每干一件事干砸了 你就像王静宇这个事不就 就干砸了嘛 对不对 人没抓回来惹一身烧啊 还给人家爸爸好人在整 老师也好人在整 你越整自己不越丢人嘛 对不对 让人看到你气量很小 容不得大事啊 那同样的 对这个重庆电话哥的事 他可能就是有所这个 呃 呃 这个 这个 接受教训了啊 而且还更重要什么 这个北戴河会议 这个前后 呃 中共党内 这个元老们啊 和新贵们啊 群其是工资对习近平 对习近平的工资 攻击可能不能那么严厉 那就抓住下面的小龙龙 包括陈明尔 呃 蔡鸟啊 这个李熙啊 还有陈熙啊 还有这个刘鹤等啊 包括王岐山在内啊 所以你看王岐山大灭 开庭判了 呃 腐败额了好几个亿 这不等于拿他脑袋 逼他监局戒拔 上面的老大嘛 老大是谁 老大不就王岐山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个周江勇 在自江新军的崩塌 崩盘 一股 一窝缩鼠啊 此外还有王岐山的 这个地位的提升啊 呃 等等啊 这些事都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自江新军很狼狈啊 很狼狈的情况下 你在整个人的重庆电话歌 那不全是 力不冲醒呢 是吧 我认为 呃 再加上这个重庆歌 确实站在里上 再加上他质疑这个事 很具体一个 一个关于扫码的事 算码的事 因为现在这个打疫苗 呃 中共统治下 现在也是表面讲是自愿 实际上带有强制性啊 那么加拿大美国人是真正自愿啊 你确实不愿打也没办法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 疫苗质量非常好啊 还是要打 对自己负责 对别人也负责 你问题 呃 中国生产的一些科兴疫苗什么 这个疫苗那些 我照不上名字来 人家不敢打是一个质量 不过关 第三期这个实验都没有那个报告啊 等等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庆这个电话阁啊 由于这是第一次啊 敢于斗胆 这个民营斗管 还提出这么戒律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他管辖范围的那个龙浩排出所 派他去了解了情况下不下不去完事 也没再往下边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不整啊 因为这个政权还在中共统治首帘 如果陈敏尔上去以后 当了接班了二十大以后 重庆花了陈敏尔的底细了 那肯定将来人家慢慢整 只要你不离开重庆 你这个什么电话歌 这个歌 那个歌 你再强再怎么强 你强不过共产党 说共产党还要整 也是肯定的 正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电话歌啊 就特别可贵精神 明知不可为耳为死 明知你斗不过人家 但是能够自由表达 敢于抗争 这个对其他的老百姓 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 都能像这个重庆电话歌这样啊 这个对上级的命令 敢于讲道理 我觉得这都是社会一个 很大的进步啊 至于说他这个 不打疫苗这个事 还有算码连查这个事 具体这些细节 我都不是太清楚啊 我只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胡猜啊 猜猜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一定正确啊 仅供大家参考啊 因为我对重庆有所偏爱 总是愿扯重庆的事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